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席新等人参观 以新人员为动力的未来台北捷运电联车 面对电费即将调涨 台北市长蒋婉坦言 对于电费占营运成本13%的台北捷运来说 是很沉重的负担 店家议题是全民非常关注的 北捷其实在整个营运成本里面 店价就占了13% 那最近这两年店价涨幅到34% 对于台北捷运公司来讲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所以去年我在参加行政院会的时候 也有当面提出来 也希望中央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考量 那其实北捷他的运量非常大 而且他也是北台湾整体议运书当中 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对于媒体追问 如果店价调涨 北捷票价能不能撑得住 蒋婉强调 包括去年的1200交通月票 还有今年推出的U-bike前30分钟免费 就是希望鼓励大家使用大众运输 以达成2050近零碳排的国家总目标 因此他也以两大理由喊话中央 希望能给予北捷电费动涨或是店价优惠 以减轻北捷营运 及搭乘捷运的民众负担 如果要调涨的话 的确对于整体民众搭乘的需求 还有捷运的营运 其实会非常辛苦 所以很希望中央能够朝两个方向来 一个就是了解民众的想法 跟需求提倡民运 第二个 国家整体的目标 2005近零碳排 而地方政府 我们也更积极 不管定自治条例各项的政策推出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搭乘 并使用议运输 这两个双重使命考量 而对于北捷至少 给予店价的优惠 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中央能够了解到地方政府的心声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